我都请你喝奶茶了 习惯你帮我插一下呗 宋律师 有人找 你怎么来了 我帮你 谢谢 宋律师 要不要我帮你啊 那你 您来 他多大了 什么多大了 他是我同事 那他把你当同事吗 当然把我当同事了 我才来成呆几天 普通同事 什么意思 这 这是那天我在公司加班啊 然后他帮我打粉底 因为我这里受伤了 打粉底 你什么时候受伤需要打粉底了 我 这么多同事 你偏让个女同事给你打粉底 你偏让女同事给你打 不是 那天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他 总之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相信我 肯定有人误见我 我一直都没有 苍蝇不敌我 我都不分了 我不知道苍蝇不定我的方法 你现在很冷啊 宋律师 你在这儿啊 黄主任找你 来了 先走了 别顺急 主任 我这儿把你给忘了 没别的事 我这想问问你 这段时间来我们程泰感觉怎么样 很适应 按援也很多 大家工作效率也很高 那就好 估计你听说了 最近我们程泰有意向想要并购名堂 听说了 好事 好事 你觉得是好事 程泰和明堂两大律所强强联合 当然是好事 并购虽然说是以合作为目的 但是现在仍然处于彼此试探 相互磨合的阶段 而且同时又期待看到对方的底牌 所以这个时期比较敏感 这都是你们高层领导决定的 我专注于手头按援就好了 嗯 听说你女朋友来了 对不起啊 黄主任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年轻人很正常 告诉你啊 我年轻的时候玩得比你疯了 主任 你放心 工作是工作 感情归感情 嗯 作为律师我更知道保密协议的重要性 嗯 知道就好 好 去吧 去吧 哎 宋律师 上午好啊 许律师 天热给你点的用料 谢谢 白律师找我有事啊 当然了 最近接了个案子 觉得特别适合你 因为许律师呢 在很多惩治渣男的案件当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一起的话 我将如虎添翼 更有胜算 白律师的工作能力那么强 还有这么得力的一位助手 找我岂不是多此一举啊 找你嘛 当然是看上你的能力 更喜欢你这种 飒爽的性格喽 再一个 陈染他们家 最近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你也总不能一直闲着 什么案子都不接吧 律师费怎么翻呀 五五 你觉得律师会结吗 为什么不呢 要是跟我过不去的话 也不用跟钱过不去吧 要是真跟钱过不去 也不用跟正义感过不去吧 你想把她过来 是为了竞争搞活的时候 更有竞争力吧 谁不希望 跟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呢 解决时间成本 那我呢 优秀啊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很好奇 如果竞争高火这件事情 你有投票权的话 你会投给我 还是陈律师啊 唉 你真的要跟白律师合作啊 当然了 你说这PUA 现在怎么这么猖獗啊 PUA是有专门培训和学习步骤的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 不只是一个案子 而是所有教授和学习PUA的 老师和成员们 这里面受害者的数量肯定特别惊人 我们一定要直接端掉这个组织 让他们受到惩罚 不能让他们继续壮大起来 否则我们身边 任何一个女性朋友呢 都有可能会被PUA 嗯 而且作为司法工作者 我们也有义务让大家知道 PUA不是玩弄异性的手段 而是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 可是这个案子 是不是很难提及诉讼啊 这个我也知道 好 那我先下班了 我还有约 通过谢金的朋友圈着手 果然想到一块儿去了 不过这个策略呢 只能确保文雅这一个案子 能够成功立案 是啊 这个策略呢 的确只能让一个案子立案 保不住其他受害者 但是羊群效应 很多的案子 尤其是和女性有关的案件 大部分的受害者呢 都在等一个胜利者 甚至发生的人出现 所以我觉得 只要谢金的罪行明确了 文雅呢就可以做这个胜利者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 可以找到更多的受害者 出来发生 然后再一起端掉这个组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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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